哎 嫂子 这个中文是什么吗 腊肠 腊肠 我看到摘西娘很多家人 他们都做这个 然后还有鸭肉啊 出腿啊 出柴骨啊 他们都挂在门口 对 因为 因为中国人一过年的话 都有节气感 他买很多肉 然后提前腌制 然后晾晒 晒干了后到正月间 我们家里来客人了 就会拿出来待客 因为现在 家压户弄的少了 以前很多 因为买不好买 一到冬天啊 没有卖的 现在还随速就可以买 然后 是不是越到过年 越贵啊 这些肉 肉肯定越到过年 越早那样 嗯 那跟越南一样啊 我们越南 我妈妈也是 快到过年的时候 买很多 这样肉回家多 但是我和我妈 我妈妈竟然叫它是火腿 哈哈哈 这个在中国它就叫腊肠 有广式腊肠 有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边的话 带一点点咸口 但是广式的话 是带浅口 嗯 细一些 对 就是得它 得用晒太阳 对 晒得干一点 嗯 那越南是搞火烤吗 对 我妈妈是搞火烤得比较快一点 广式它们是熏的 烟熏 烟熏 都是烧木材 对对 然后熏把它挂放 然后熏 烟熏 我看都是搞烂熏 但是 它吃了一个疗烟器 嗯 疗烟器 疗烟器 疗烟器是啥 哈哈哈 这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那个 木材熏的那个烟熏味 那个烟熏 啊那个烟熏 对 对对 很香的 它比较很香味的 很香啊 你们吃很香 哈哈哈哈 吃不惯 嗯 只有太阳带的 门烧门 门门门门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地方都是吃的东西一样的 只是做法不一样而已 对对 嗯 不能放太久 嗯 买买两个 吃了一个 哈哈哈哈 三田鸡爪 嫂子做的 看起来很有 很好 嗯 有点辣 有点辣 那好吃不 咸味有点 咸味有点咸就很 好吃呀 哇 咱姐拿我们也是 这个是 小 特产的 它很酸的 它叫柠檬鸡爪 它才会 酸酸的 就是你们 越南 对 你安和 喜欢这种鸡爪 对 大鱼 八斤 鱼条 小鞋熟了 又抛筹 又买三个鱼 然后这个鱼头真香 咋说真香 香 香了 多喝点了 多吃一点 光吃菜 光吃菜 嗯 嗯 放上面的东西呢 哇 又能吃温暖 又能吃热 这个好大的一个 好子真大 哈哈哈 中国人什么都习惯大 对 勺子大 吃的也多 别人认为是大器 然后弄小了别人认为小家子气 哈哈哈哈 大的就叫大器 小的就是小鞋 我尝一下 傻子做的这个 小器爪 哈哈哈哈 有味吧 谁还要喝这个 有味 我给我喝一点 谁还要喝 给我喝一点 你稍稍点 你等 嗯 给奶奶倒一点 奶奶不喝 奶奶 这个酸 奶奶 你有加素对吧 加 我也喝喝 加成醋 能闻到素的酸味 奶奶 奶奶 好吃的 老公尝一下 好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太多 这个酸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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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四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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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热 那儿 骨头都碎了 骨头都可以吃 骨头咬一眼就碎了 哈哈哈 姐姐妈我自己拿哈 很热很好吃 又很香 我都把它吃了呢 多吃菜 早智 你跟你的牛是不是 脸子现在越来越圆了 哈哈哈哈 他长年就接了很胖 不知道是为了吃多来 是谁有老婆之后都会长胖 别说男人结完婚都要长胖 是呀 我就是看到柳柳就是这样子的 喝水都长胖了是不是 结完婚都长胖了 会跟妻子一起 在长胖的时候 这是不是理由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妈妈和嫂子还给我们留东西回家吃 鱼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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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喜欢吃面条吗 你可以 然后吃低药的 知道吗 嗯 妈很周到晚 还要吃个鸡爪 鸡爪好吃 鱼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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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什么呀 妈 鱼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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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越是晚上越太冷了 我手现在一直的动了 我们准备回去准备出播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